大家好,我是孔英杰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使用tableau这个软体 好,那么呢 如果大家已经安装好tableau的话 你可以让它出现在你的这个开始程式的画面 或者是你的工具列等等 总之你就执行它吧 那执行它了以后呢 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这功能还挺强的 好,那如果你没有这个activation的话 它就跟你说这个东西快要过期啦 你就不要管它 那今天呢,tableau是拿来画图的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来让它来这个读入一个资料档 比如说这里好了 这里可以看到你有许许多多各种资料档 都可以读进来 那比如说我们读一个Microsoft Excel 点它 它就会呢,请你去找一个Excel档 那比如说我们把档案放在这里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goodbelly 我们想要看原始档 好,我们就点它 它呢,就会把这个东西抓进来 那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档案里面呢 会有一些这个Worksheet 那你就挑一个进去 比如说我们就放在Real Data嘛 你就把它拉过来 它呢,就会看一下 就会跟你说 哦,你有Date,Region,Store,Unit Sold 等等各式各样的资料 那你看看就 嗯,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Data Source 这个Tab就会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Go to Worksheet吧 这里 到了Worksheet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左手边 它会列出两种类型的东西 那基本上都是栏位嘛 所以差在哪里呢 大体上来说 Dimensions的意思就是 这个是当作类别资料用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是Region 或是像是Store 这个区域的名字 或者是这个店的名字 显然就是分类资料咯 那么Major呢 一般来说就是当成是数值资料的 比如说这个Average,Retail Price Unit Sold之类的 那其他这些什么Demo啊 End Cap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其实是Dimension 因为它是01嘛 有或没有 只是它碰巧被编成数字 所以Tableau预设以为它是Major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拉上去 如果你觉得它们其实是 这个Dimension的话 那拉不让上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 因为它只是一个预设 等你把东西拉到右手边这个画图区了以后呢 它其实都还是可以改的 好 那我们就来画图吧 那要画图呢 我们基本上呢就先画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想看看 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 它们这个价格和这个 它们的这个比如说售价 销售量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来把一些资讯往右边拉 比如说我们来拉UnitSold好了 这里呢你可以拉到这里 这里 或者是这里 有各种拉法 那我个人喜欢把它拉到Column跟Rows 当然有很多其他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看的办 拉到这里是干嘛呢 基本上假设你想象 你等一下要画散步图好了 那就有横轴纵轴嘛 对吧 所以呢当横轴用的东西呢就放在Column 纵轴用的就放在Row 就是这个Column嘛 Column是直的 Row是横的 所以我把Price拉过来 好 Price嘛咱们说要当纵轴好了 那么呢我们这个UnitSold要当这个横轴 就这样拉了 拉了以后你发现 这里怎么只有一个点 不是应该有一堆点吗 那是因为它现在在这里 它以为它预设是你要把这些Average Retail Price全部都加起来 UnitSold全部都加起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跟他说 不不不不不不 我并不是要把这一堆价格都加起来 我要做的事情是用它们来标示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要在这里选说我要把它变成Dimension 我要用这些个Price的数值来当成我的横轴 这个Dimension上面的刻度 是这个意思 好那现在看起来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你把纵轴也弄一下 纵轴也说它是Dimension 那这个图看起来就有点似曾相识了 对吧 这个图就是在讲说 我每一个点就是一个Store 它在某一周发生的事情 价格是多少 然后Price是多少 那这样子就很快地就完成了一张图了 那我们待会儿的影片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更fancy的图片